我今年不回家过年了 那相信很多身在外地工作或者读书的游子 今年和家里的长辈说这句话的时候呢 都难免无奈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身处异乡 不能跟家人相聚吃团圆饭 但不管再怎么难过 年也还是要过的 虽然无法见面 但还是会善用科技 以视讯的方式向家人隔空拜年问好 两名离乡背景到台湾台北深造的大马学生 就分别用了不一样的方式 和身在家乡的家人过一个不一样的新年 其实我蛮想念家人的 这是我第一次没和他们一起过年 虽然在这里过就是可以到处出门 但是不管怎样 感觉还是跟家里人在一起会比较好 只要是阿嬷煮的 我们都很喜欢 但是阿嬷会当的我家里会比较好 新年前的台湾政治大学冷清清的 同事们都回家准备过年去了 只留下一些无法回乡与家人团聚的游子 来自吉打亚罗士打的施玉成 这一天决定独自一人搭车南下台中 找表哥表姐 再和家人来个线上团圆饭 我人现在是从宿舍出来 然后要去搭公车 然后再搭火车去台中 今天的天气完全超赞 今年才大学一年级的施玉成 已经快有半年没有见到家人了 我刚才好像搭错站 所以我现在要来这边的 现在我的工作到了 现在我已经下车了 然后现在准备要去公车站 经过几个小时的路程后 终于抵达台中 说好的是云团聚 桌上当然少不了团圆饭 不过今天年轻人要来点心意 不吃传统年菜 吃韩式部队锅 风吾不在身边 表兄弟姐妹三人今天化身大厨 从准备材料到熬汤都是一脚踢 但经验不足的他们 还是遇上了一些挑战 你是咬香槟啊 镜头转到吉达亚罗士达的阿嬷家 这时阿嬷已经在厨房大显身熟 准备着一家人新年必吃的年菜 阿嬷家人 我们吃桃圆饭吃桃圆饭 火锅 火锅 来 吃饭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从小到大都陪在自己身边的孩子 第一次无法共度佳节 作为父母的 对孩子的观念 从来没有断线 半年了 我上班的时候就不会想 假如一下班就想他 有一点不习惯 不好他身体 如能团聚的话 最好是可以一起回来马来西亚 吃桃圆饭 今年感触特别多 少了他们几个在身边叽叽喳喳 所以新年的积分总是少了那一点点 孩子们在外要小心 我们等着你 而来自吉隆坡 同样是台湾正大学生的秋慧琪 也一样因为疫情回不了家 不过人在家乡的爸爸妈妈 就用了特别的方式 把爱传给在台北的女儿 今天是大年初一 然后我就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回家 我的家人就寄了一箱的年货给我 可是我还不懂里面有什么 现在我就准备要下去拿包裹 我觉得在马来西亚过年 跟在台北过年 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天气不一样 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你感觉到那个大太阳 然后很热很热就懂 过年要来了 可是现在在台北这里 二月份是他们的冬天 然后今天又特别特别冷 所以就很难去感受到 那个过年新年的气氛 领了爸妈寄来的爱心包裹 慧琪的喜悦之情 全写在脸上 大年初一这一天 虽然一家人只能以隔空的方式 互相拜年 但仪式感还是不能少 大家都穿上了红通通的衣服 而喜欢教育的爸爸妈妈 甚至在家中搭起了帐篷 和女儿见面 为了不让独自在台北 过节的女儿感到孤单 爸妈特地寄来她喜欢吃的 年饼 红包等等 当中还有让慧琪 意想不到的礼物呢 因为我很想看我的狗 然后就他们给他 穿上我狗的衣服 然后又进过来 然后可以做我这样子 里面有一封信 是他们写给我的爸爸 然后这个话题 他们没有亲口对我说过 所以我觉得能够狗狗 他们在想什么 然后考虑跟他们的心意 我觉得很开心 要去就不用整天挂自家 开心点去读好他的书 多点去聊 多点去聊 去到这么远 我都经常想到家里 享受 回不了家 过年团聚 或许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遇上 但不管在哪里过年 家乡是由此永远的牵挂 唯有殷切盼望 明年大伙一定能够回家过年 能够 holiday 比你双 开心 か 夏天